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听统双手术6010版本介绍 首先的话是新英雄圆确的一个登场 圆确的话在美副的胜率并不高 所以说并不推荐增加在这个版本去使用它 那接下来的话是来自我们的牛头球场 牛头球场大招的这个减三效果背卡 那凤凰的话在上一个版本 由于R的这个范围和距离都过于小 所以这个版本都得到一个增强 龙王的话在美副是过于OP的一个评价 打表的话是获得了一定的削弱 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魔师金融卡 小配啊Q和W都获得了一个增加 默认识的在上个版本登顶的T1的打野 这个版本依然是可以继续使用 海铃朝鲫海铃的飞姿是获得了一个BOG的一个修复 那海兽技师在线上的话 由于他过于笨重体型追击不到别人 所以说是把W竟然降低到一个4秒钟的一个时间 来自暴走罗里基克斯的一波抱怨 Q竟然终于是在这个版本获得加强 希望在接下来下路能够看到他的一个登场 那虚空限制马尔子 他对于BT男人卡卡卡还不够 这个版本他是把被动的一个cd时间获得了一个增长 无计见证在上个版本 由于版本的不适应性还有道具这个改动 所以说这个版本是把W获得一个增加 魔腾和龙女的话 获得一定AP的加成测试童女四位音的话 这个英雄我就不多说 他是个中路爸爸 谁用谁知道 不用管他改动什么直接去用 蛮玩的话是获得一个最低血线 开大之后最低血线的一个加强 那这个虚空之眼 维克斯被动一个加强 AP3费的这信用收割者 理所应当也是获得一个加强 那来自我们杰拉的 杰拉的话一秒之后就可以把总指猜色 最后的话是道具的感 血论获得一个增强 然后的话是巨龙的一个改动 巨龙土龙和水龙获得一个削弱 最后最后是一些其他改动 我并不知道 那接下来的话是召唤师剑龙的改动 召唤师剑龙这边的话 是屏障获得一个cd的一个降低 然后的话是幽灵吉部 吉部这边的话是cd获得一个降低 同时的话加速效果 获得一个提升随着等级而定 那接下来的话一些其他改动 我不知道最后的话是有几个新皮肤 我也搞不懂这皮肤是做什么用的 哇终于是说完了 我的天老爷 太辛苦太辛苦了 那最后的话请点击一波订阅 谢谢大家拜拜